如果你能在这些方面保持沉默,说明你真正成熟了,道德经里写道,知我者稀,则我者贵。 这个世上,真正了解你的人很少,能够跟随你的就更少了,人生在世,只能是冷暖自知,没有人和你感同身受。 做人,与其到处找人诉苦,不如自己静心思考,与其到处寻找帮助,不如自己做大做强,提升本领,真正懂得你的人, 你就是一言不发,也会知道你在想什么,可以给你最好的安慰,能够帮助你走出困境,俗话说,你不说话,没有人把你当哑巴,说话是一个人的本能。 沉默寡言是一个人的本事,真正聪明的人,少说多做,踹着明白装糊涂,沉默是今,人到中年,如果你能在这几种时候保持沉默,说明你真正成熟了, 一个人的成熟,往往是从沉默寡言开始的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在苦难当头的时候,保持沉默,一个人的苦,只有自己最懂,真正成熟的人,在苦难来临的时候,保持一种逆来顺受的心态,当一个人开始崛起的时候,还能保持苦中作乐的心态,把痛苦当成是一种快乐。 那么痛苦顿时就减半了,如果你逢人便说,把自己痛苦的来龙去脉都和别人讲清楚,你的痛苦顿时就翻倍了,别人给你的安慰,其实是非常肤浅的,是一些大道理,根本就不适合你。 比方说,你创业失败了,你的朋友会说,没关系,再努力一把,还是有成功的机会。 可是,你的朋友并不会告诉你,该朝着哪个方向努力,应该如何去折腾自己,还有当前的状况,应该如何应对,在苦难面前保持沉默,其实是在负重前行,把苦难当成一种动力。 你的人生就会很快熬出头,苦难越多,动力越强劲,改变命运的速度就越快。 这时候,你需要静心思考,寻找人生的方向,找到改变命运的方法,一个人独处,把迷失的自我找回来,你就成功了一半。 在别人离开你的时候,保持沉默,注定要走的人,你就送一程吧,不要纠缠不清了,不要极力挽留了。 曾经口口声声说,我爱你的人,给你带来了很多欢乐的时光,让你觉得人生要起飞了。 但是,圆距有时,圆在也有时,一切都由不得你,来来往往的人群中。 有谁为你驻足,有谁陪你一程,又有谁愿意陪你一辈子,你真的说不准,相爱不是一厢情愿,而是靠两个人拼命珍惜。 如果你一直很珍惜对方,但是对方却还是要离开你,你就别说话了,多说一句都是多余的。 比方说,你对要离开你的人说,我等你,可是你真的会等下去吗? 不会转身去遇见更好的人吗? 你说,我恨你,你就是把仇恨藏在心里,是为难自己,你说我不会放你走,你就是在纠缠不清,最后就是两败俱伤,对于那个要离开你的人,你最好是目送他离开。 等他离开之后,你就迅速转身,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,努力做更好的自己,不管你多大的年纪,也会遇见更好的他。 人到中年,对于爱情,你应该看淡一些,不能像小青年一样,以为爱情就是人生的全部。 在遇到贵人的时候,保持沉默,朋友张化,今年38岁了,还一事无成,他一直想加入物流,行业,但是没有人引路,他就一直在犹豫。 去年冬天,张化的同学李梅,介绍他到福建一家物流公司打工,让他迅速了解物流行业,为将来创业做准备,在张化去上班之前。 李梅说,你打工的时候,一定不能说认识我。 张化不解,我和你是同学,为什么不能说? 李梅说,我在物流行业混了五六年,现在是一家物流公司的副经理,但是我还得看别人的脸色做事,我不想惹麻烦。 人到中年,你遇到了贵人,那是何其幸运的事情啊,可是你真的不能给贵人添麻烦,因为贵人也有难言的苦衷,他帮助你一次,就已经尽力了。 你不能指望他帮助你一辈子,还有,你把自己和贵人之间的关系说出来了,会导致身边的人以为你有特权,不能够与你好好相处,甚至有人会提防你。 真正成熟的人遇到贵人,懂得感恩,同时尽量保持沉默,不在任何人面前显摆自己的人脉。 人与人的最好的关系,就是没有关系,感情是很平淡的,在家人责备你的时候,保持沉默,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 谁家的日子都不好过,夫妻吵架是常识,父母说你几句也是常识,如果你和家人计较了,那么家庭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多,当家人责备你的时候,你就保持沉默。 你就想一想,家人的话,不管多么难听,都是希望你越混越好,本意是帮助你,而不是打击你。 家人吵架的时候,你主动低头,保持安静,那么大家就不会继续争吵了。 在家人面前,输赢都没有关系,输了,也是赢了。 家和万事兴,和睦的家庭里,有一个不喜欢争吵的人,愿意接受大家的责备。 对于事不关己的问题,保持沉默,常言道,人人自扫门前血,莫管他人瓦上双。 每个人只要扫好自己门前的积血,就尽好本分了,至于别人家的积血。 别人扫不扫,那是别人的事,我们就不要管太多了。 首先,我们没有任何的资格去管教别人。 其次,别人也不喜欢我们涉足他们的生活。 第三,每个人只能做自己的事,而无法做别人的事,事不关己。 那我们不妨当一个看客,哪怕前方掀起了滔天巨浪,也都是别人的事,我们笑一笑,便走开。 片叶不沾身就好,在事不关己的问题上,倘若我们说太多,难免会人从家中做,锅从天上来。 如此,还是小心为妙,尽量不要卷入到任何的事件当中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。 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,对于不属于自己的爱恨情仇,保持沉默,不论在哪个年代,也不论在什么地方,人与人之间的矛盾,都集中在爱恨情仇这四个字当中。 一对夫妻,因为爱恨情仇而相互争执,不死不休,兄弟姐妹,因为爱恨情仇而各种名算账,根本没有了以往的真情。 所有的爱恨情仇都涉及到各方的感情和矛盾,比如说,你单位中的某两个同事经常针锋相对,尔虞我诈,就是爱恨情仇导致的,对于存在仇怨的双方。 如果你多事,不仅当何事佬,还插足其中,相信你就会被别人怨恨,成为别人眼中共同的敌人,所谓城门失火,殃及持鱼就是这个道理,城门出了什么问题,护城河下边的鱼,还敢聚集,哪一个都逃不了,对于各种金钱,物质的秘密,保持沉默,增广闲闲闻,有言,刻不离获,财不露白。 意思是,出门外在的旅人,千万不要离开自己的行李,自己拥有多少钱,也不要轻易显露出来,保持一定的隐藏,在外边,乃是保身之道,离开了自己的行李。 行李就有可能被人顺手牵羊拿走,暴露了自己有多少钱,仇怨你的人就会越来越多,那你就无辜躺枪了,正如未尽时期的李康所言,堆出于案,流鼻吞之,行高于人,重鼻飞之。 前见不远,覆车寄轨,堆在岸边,过分突出的泥沙,会被湍急的水流冲走,言行举止比别人要高调,就会被别人群起而攻之,金钱几何,资产多少,心知肚明就好,其余的,就不要说太多了。 对于别人的是是非非,保持沉默,江湖当中最多的,莫过于各种是是非非。 我有我的是非,你有你的是非,他有他的是非,大家都有是非,让江湖变得十分复杂。 对于是非,绝大多数人都保持好奇的态度,说的接地气一点,就是八卦,八卦别人做了啥,八卦别人的生活,八卦别人的隐私。 这种八卦的行为,其实没啥问题,最大的问题是,八卦了别人的是非后,还到处跟其他人说,管不住自己的嘴巴,就有可能惹来麻烦。 要知道,这个世界并没有不透风的墙,有可能你今天说的话,明天就传到了别人的耳朵当中。 还有可能,有心之人对你的话添油加醋,让你的处境更难堪,别人有什么是是非非,我们心知肚明就好。 尽量不要跟外人说太多,否则,一传十,十传百,多半会闹出不太好的事,对于敏感的话题,保持沉默。 在这个年头,什么该说,什么不该说,什么能说,什么不能说,什么可以讨论,什么不能讨论,这都是有讲究的。 有些人不明白这个道理,就到处谈论,不该谈论的是,说了敏感的话题,就被人找上门了。 这,就是典型的不明白形式,见到过一个案例。 性情直率老实,不是昨天这里说破,就是今天那里愤世嫉俗,不懂得什么该说,什么不该说,然后就没然后了,不论是在线上,还是在线下,对于任何敏感的话题,都保持沉默。 首先,我们都是普通人,改变不了什么,其次,乱说话,终究会给自己惹麻烦,守住嘴,抚平冲动的内心,做个真正的聪明人,才能明哲保身。